政府采购法施行细则 民国107年3月26日 第1章 总则 第1条 本系则依政府采购法 以下简称本法第113条规定定之 第2条 机关补助法人或团体办理采购 其补助金额达本法第4条规定者 受补助者于办理开标 笔价、溢价、绝标及验收时 应受该机关监督 前项采购关于本法及本系则规定上及机关行使之事项 由本法第4条锁定监督机关位之 第3条 本法第4条锁定补助金额 于2以上机关补助法人或团体办理同意采购者 以其补助总金额计算之 补助总金额达本法第4条规定者 受补助者应通知各补助机关 并由各补助机关共同或指定代表机关办理监督 本法第4条所称接受机关补助办理采购 包括法人或团体接受机关奖助 捐助或以其他类似方式动之机关经费办理之采购 本法第4条之采购 其受理申诉之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 为受理补助机关自行办理采购之申诉之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 其有第1项之情行者 以指定代表机关或所占补助金额比率最高者认定之 第4条机关依本法第5条第1项 规定委托法人或团体代办采购 其委托属劳务采购 受委托代办采购之法人或团体 并需具备受安政府采购法令之人员代办采购之法人 团体与其受雇人及关系企业 不得为该采购之投标厂商或分包厂商 第5条本法第9条第二项所称上级机关 于公营事业或公立学校为其所隶属之政府机关 本法第9条第二项所称办理采购无上级机关者 在中央为国民大会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与五院及院属各一级机关 在地方为直辖市县市政府及议会 第5比1条主管机关的事需要将本法第10条第二款之政府采购法令之解释 第三款至第8款事项委托其他机关办理 第6条机关办理采购其属巨额采购 查核金额以上之采购公告金额以上之采购或小额采购 依采购金额于招标前认定之 其采购金额之计算方式如下 1.采分批办理采购者 依全部批数之预算总额认定之 2.依本法第52条第一项第4款采负数决标者 依全部项目或数量之预算总额认定之 但项目之标的不同者一个别项目之预算金额认定之 3.招标文件含有选购或后续扩充项目者 应将预估选购或扩充项目所需金额计入 4.采购项目之预算按上位经立法程序者 应将预估需用金额计入 5.采单价决标者 依预估采购所需金额认定之 6.租期不确定者 以每月租金之48倍认定之 7.依本法第99条规定 甄选投资厂商者 以预估厂商兴建 营运所需金额认定之 依本法第7条第三项规定 营运管理之委托 包括厂商兴建 营运金额者 一同 8.依本法第21条第一项规定 建立合格厂商名单 其预先办理厂商资格审查阶段 以该名单有效其内预估采购总额认定之 邀请符合资格厂商投标阶段 以邀请当次之采购预算金额认定之 9.招标文件规定厂商报价金额 包括机关支出及收入金额者 以支出所需金额认定之 10.机关已提供财务或权利之使用为对价 而无其他支出者 以该财务或权利之使用价值认定之 第7条 机关办理查和金额以上采购之招标 应于等标期或截止 即使收件日5日前减送采购预算资料 招标文件及相关文件 报请上及机关派员兼办 前向报请上及机关派员兼办之期限 于留标 费标或取消招标重型招标时 的语缩短 其依前向规定应减送之文件 的免重负减送 第8条 机关办理查和金额以上采购之绝标 其绝标不与开标 比价或议价合并办理者 应于预定绝标日3日前 减送审标结果 报请上及机关派员兼办 前向绝标与开标 比价或议价合并办理者 应于绝标前当场确认审标结果 并列入记录 第9条 机关办理查和金额以上采购之验收 应于预定验收日5日前 减送结算表及相关文件 报请上及机关派员兼办 结算表及相关文件 并入结算验收证明书编送时 的免令型填送 财务之验收 其有分批交货 因紧急需要必须立即使用 或因逐一开箱或装配完成后方知其数量 报请上及机关派员兼办 却有困难者 的是个案实际情形 事先续名理由 含请上及机关同意后自行办理 并于全部验收完成后一个月内 将结算表及相关文件 会总报请上及机关备查 第10条 机关办理查和金额以上采购之开标 笔价 议价 绝标或验收 上及机关的斟酌其金额 地区或其他特殊情形 决定应否派员兼办 其未派员兼办者 应事先通知机关自行依法办理 第11条 本法第12条 第一项所称兼办 指兼办人员实地监视或书面审核机关办理开标 笔价 议价 绝标及验收是否符合本法规定之程序 兼办人员采书面审核兼办者 应经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员核准 前项兼办 不包括涉及厂商资格、规格、商业条款、底价订定、绝标条件及验收方法等实质或技术事项之审查 兼办人员发现该等事项有违反法令情形者仍得提出意见 兼办人员对采购不符合本法规定程序而提出意见 办理采购之主持人或主验人如不接受 应纳入记录 报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员决定之 但不接受上级机关兼办人员意见者 应报上级机关核准 第十二条删除 第十三条本法第十四条所定意图规避本法适用之分批 不包括依不同标的、不同施工或供应地区、不同需求条件或不同行业厂商之专业项目所分别办理者 机关分批办理公告金额以上之采购 法定预算书已标示分批办理者的免报经上级机关核准 第十四条本法第十五条第四项所称机关首长 其范围如下 一、招标机关之机关首长 二、法人或团体接受机关补助 依本法第四条办理采购者 为补助机关之机关首长及受补助之法人或团体之负责人 三、依本法第五条委托法人或团体代办采购者 为委托机关之机关首长及受托法人或团体之负责人 四、依本法第四十条恰由其他机关代办采购者 为洽办机关及代办机关之机关首长 第十五条 依本法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应申报财产之采购之承办 兼办人员其贩为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之规定 第十六条 本法第十六条所称请托货官说 只不循法定程序 对采购案提出下列要求 一、于招标前 对预定办理之采购事项 提出请求 二、于招标后 对招标文件内容或审标 绝标结果 要求变更 三、于履约及验收期间 对契约内容或查验 验收结果 要求变更 第十七条 本法第十六条 第一项所称作成记录者 得以文字或录音等方式为之 赋予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其以书面请托或关说者 一同 第十八条 机关依本法对厂商所为之通知 除本法令有规定者外 得以口头 传真或其他电子资料传输方式办理 前向口头通知 必要时的做成记录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政府采购法师刑细则 107年3月26日 第二章招标 第十九条 机关办理限制性招标 邀请二家以上厂商比价 有二家厂商投标者 即得比价 仅有一家厂商投标者 的当场改为一家办理 第二十条 机关办理选择性招标 其预先办理资格审查所建立之合格厂商名单 有效其余一年者 应逐年公告办理资格审查 并检讨修正既有合格厂商名单 前项名单之有效其位于三年 且已于办理资格审查之公告 在明不在公告办理资格审查者 于有效其内的免逐年公告 但机关仍应逐年检讨修正该名单 机关于合格厂商名单 有效其内发现名单内之厂商 有不符合原定资格条件之情形者 的限期通知 该厂商提出说明 厂商于其位提出合理说明者 机关应将其自合格厂商名单中删除 第21条 机关为特定个案办理选择性招标 应于办理厂商资格审查后 邀请所有符合资格之厂商投标 机关依本法第21条 第一项建立合格厂商名单者 于办理采购时 的则下列方式之一 未知 并于办理厂商资格审查之文件中在明 其有每次邀请厂商加速之限制者 一应在明 一个别邀请所有符合资格之厂商投标 二公告邀请所有符合资格之厂商投标 三一办理厂商资格审查文件所标示之邀请顺序 依序邀请符合资格之厂商投标 四以抽签方式则定邀请符合资格之厂商投标 第二十二条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一项 第一款所称无厂商投标 只公告或邀请符合资格之厂商投标 结果无厂商投标或提出资格文件 所称无合格标 只审标结果无厂商和于招标文件规定 但有厂商议议或申诉在处理中者 均不在此限 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款所称专属权利 只以立法保护之智慧财产权 但不包括商标专用权 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五款所称供应之标的 包括工程 财务或劳务 所称以研究发展 实验或开发性职办理者 只以契约要求厂商进行研究发展 实验或开发 以获得原型或首次制造 供应之标的 并得包括测试品质或功能 所谓之限量生产或供应 但不包括商业目的或回收研究发展 实验或开发成本 所谓之大量生产或供应 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六款 所称百分之五十 只追加累计金额占原主契约金额之比率 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十二款 所称身心障碍者及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其认定一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之规定 所称原住民 其认定一原住民身份法之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机关办理采购 属专属权利或独家制造或供应 无其他合适之替代标的之部分 其预估金额达采购金额之百分之五十以上 分别办理采购却有重大困难之余 必须与其他部分合并采购者的一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采限制性招标 第二十三比一条 机关一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办理限制性招标 应由需求使用或承办采购单位 就各案续名符合各款之情形 签报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人员核准 其得以比价方式办理者 优先以比价方式办理 机关办理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锁定限制性招标 的将征求受邀厂商之公告刊登政府采购公报或公开于主管机关之资讯网络 但本法令有规定者 依其规定办理第二十四条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所称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 依标准法第三条之规定第二十五条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所称同等品 指经机关审查认定其功能效益标准或特性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 招标文件允许投标厂商提出同等品 并规定应于投标文件内预先提出者厂商应于投标文件内序名同等品之厂牌 价格及功能效益标准或特性等相关资料以供审查 招标文件允许投标厂商提出同等品 未规定应于投标文件内预先提出者得标厂商的于使用同等品前 依契约规定向机关提出同等品之厂牌价格及功能效益 标准或特性等相关资料以供审查 第二十五比一条各机关不得已足以构成妨碍竞争之方式 寻求或接受在特定采购中有商业利益之厂商之建议 第二十六条机关一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于招标公告中 一并公开支预算金额 为该采购的用以支付得标厂商契约价金支预算金额 预算案尚未经历法程序者为预估需用金额 机关一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于招标公告中 一并公开支预计金额 为该采购之预估绝标金额 第二十七条本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所称公告日 只刊登于政府采购公报之日 邀标日 只发出通知邀请符合资格之厂商投标之日 第二十八条删除 第二十八笔一条 机关一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发售文件 其收费应以人工材料 邮递等公本费为限 其由机关提供厂商使用招标文件或书表样品 而收取押金或押图费者 一同第二十九条 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所称书面密封 只将投标文件置于不透明之信封或容器内 并以江湖 胶水 胶带 钉书针 绳索或其他类似材料封装着 信封上或容器外应标示厂商名称及地址 其交际或附有所在地 机关不得予以限制 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所称指定之场所 不得以由正信相位为一场所 第三十条 删除 第三十一条 删除 第三十二条 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所称非契约必要之点 包括下列事项 一 原招标文件已标示的更改或补充之项目 二 不列入标价评比之选购项目 三 参考性质之事项 四 其他与契约成立无影响之事项 第三十三条 同意投标厂商就同意采购之投标 以一标为限 其有违反者 依下列方式处理 一 开标前发现者 所投支标应不予开标 二 开标后发现者 所投支标应不予接受 厂商与其分支机构 或其二以上之分支机构 就同意采购分别投标者 视同违反前项规定 第一项规定 于采最低标 且招标文件定名投标厂商得以同意报价在名二以上标地攻机关选择者 不适用之 第三十四条 机关一本法第三十四条 第一项规定向厂商公开说明或公开征求厂商提供招标文件之参考资料者 应刊登政府采购公报或公开于主管机关之资讯网络 第三十五条 底价于绝标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不予公开 但应通知得标厂商 一符合本法第104条第一项第二款之采购 二以转售或公制造成品以供转售之采购 其底价涉及商业机密者 三采用复数绝标方式 上有相关之未绝标部分 但于相关部分绝标后 应于公开 四 其他经上及机关认定者 第三十六条 投标厂商应符合之资格之一部分 得以分包厂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者代之 但以招标文件以允许以分包厂商之资格代之者为限 前项分包厂商及其分包部分 投标厂商于得标后不得变更 但有特殊情形必须变更者 以具有不低于原分包厂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之资格 并经机关同意者为限 第三十七条 一本法第三十六条 第三项规定投标文件赴经公正或认证之资格文件中文一本 其中文一本之内容有误者 以原文为准 第三十八条 机关办理采购 应于招标文件规定厂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参加投标作为绝标对象或分包厂商或协助投标厂商 一提供规划设计服务之厂商 于一该规划设计结果办理之采购 二代理招标文件之厂商于一该招标文件办理之采购 三提供审标服务之厂商于该服务有关之采购 四因履行机关契约而窒息其他厂商无法窒息或应秘密之资讯之厂商于使用该等资讯有利于该厂商得标之采购 五提供专案管理服务之厂商于该服务有关之采购 前项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情形于无利益冲突或无不公平竞争之于 经机关同意者的不适用于后续办理之采购 第三十九条前条第一项规定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之 一提供规划设计服务之厂商为一该规划设计结果办理采购之独家制造或供应厂商 且无其他合适之替代标的者 二代机关开发完成新产品并具已代理制造该产品招标文件之厂商于一该招标文件办理之采购 三招标文件系由二家以上厂商各就不同之主要部分分别代理完成者 四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者 第四十条删除 第四十一条删除 第四十二条机关一本法第四十条规定 恰由其他具有专业能力之机关代办采购 依下列原则处理 一关于兼办该采购之上级机关 为恰办机关之上级机关 但恰办机关之上级机关的恰请代办机关之上级机关代行其上级机关之职权 二关于兼办该采购之主 会 既及有关单位 为恰办机关之单位 但代办机关有类似单位者 恰办机关的一并恰请代办 三除招标文件令有规定外 以代办机关为招标机关 四恰办机关及代办机关分属中央及地方机关者 依恰办机关之属性认定 该采购系属中央或地方机关办理之采购 五恰办机关的行使之职权或应办理之事项 得由代办机关代为行使或办理 机关一本法第五条规定 应委托法人或团体代办采购 准用前项规定 第四十三条 机关于招标文件规定厂商的请求是一支期限 至少应有等标期之四分之一 其不足一日者以一日计 选择性招标预先办理资格审查文件者 自公告日期至截止收件日 只知请求是一期限 一同机关是一支期限 不得于截止投标日或资格审查截止收件日 前一日 第四十四条 机关一本法第四十二条 第一项办理分段开标 的规定资格 规格及价格分段投标分段开标 或一次投标分段开标 但仅就资格投标者 以选择性招标为限 前项分段开标之顺序 的依资格 规格 价格之顺序开标 或将资格与规格 或规格与价格合并开标 机关办理分段投标 未通过前一阶段审标之投标厂商 不得参加后续阶段之投标 办理一次投标分段开标 其已投标未开标之部分 原封发还 分段投标之第一阶段投标厂商加速 以达本法第四十八条 第一项三加以上合格厂商投标之规定者 后续阶段之开标 的不受该厂商加速之限制 采一次投标分段开标者 厂商应将各段开标用之投标文件分别密封 第四十五条 机关一本法第四十三条 第一款定定采购评选项目之比率 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 以金额计算比率者 招标文件锁定评选项目之标价金额占总标价之比率 不得于三分之一 二 以评分计算比率者 招标文件锁定评选项目之分数占各项目满分和计总分数之比率 不得于三分之一 第四十六条 机关一本法第四十三条 第二款优先决标 与国内厂商者应一个该厂商标价排序 自最低标价起 依次洽减一次 以最先减至外国厂商标价以下者决标 前向国内厂商标价有二加以上相同者 应同时洽减一次 优先决标与减至外国厂商标价以下之最低标 第四十七条 同意采购不得同时试用本法第四十三条 第二款及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政府采购法师刑细